大會的前廳 梁君彥是放下了兩份影印的文件 是兩封信 都是來自英國的內政部home office的 第一封就是 那個日子是9月30日 就證實它是由10月1日開始 就已經放棄了英國的公民身份 第二封信就是 那個日子是昨天的 就說 再次證實它是做了這件事 但是出奇之處就是 第一封信說 你10月1日生效 你已經是沒有了英國公民的身份 但是有一句就說 隨乎你正式宣佈 放棄英國公民身份的那份文件 它原文是enclosed the copy of your declaration of remuneration of Gritish citizenship這樣的 那你就覺得有一份文件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不要拍那些內容 我現在說這麼多 其實是這一份文件 就第一封信呢 給梁君彥就說 有一封這樣的 隨乎的文件 大家看到一下 就是正式宣佈 是放棄一個人的 英國的國籍的 但是最出奇呢 第二封信呢 就剛才說是 日子是昨天的 問到這樣 就昨天的那封信就說 這一封這樣的文件 就在10月6日就發放了 閣下會在6至7日就會收到 那我就 它沒有這份正式的文件在那裡 就可能會有得爭 但是當然 你會說 如果你說那兩封信之所以 是沒有正式的效用的 那個法律效力呢 那也都是有得爭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現在 這個情況究竟是怎樣 總括來說就是 英國政府是確認 那兩封影印本 確認它真是放棄了英國的國民身份 但是它就沒有這一份這樣的 正式的文件在手上先 那你自己的那些文件 就是那些文件的時候 是否正式收到哪些文件 那些文件呢 但是我不是律師 但是我個人來看 就真的很難爭 它暫時還沒有收到 但是有兩封信 正式的信說它事實是放棄了英國的公司 即使它沒有這一份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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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它殺前傑那些 我覺得是有些難爭的 OK Sorry Sorry So where are you? You see two documents you see two documents you see two documents alloyous do you think it has 那麼多內容 how do you know it shows that those two documents that those two documents that came into possession that Mr. Lowell in quite a hurry it's quite a hurry that he the way he relinquished his British citizenship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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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網友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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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完全沒有了你的英國的居留權的 它的原文是說影響的 它只是說你現在這樣放棄的話 會影響你在英國的居留權 沒有說你完全喪失 但是基本法就說你不准有的 這個外國居留權 究竟當中那個灰色地帶是怎麼計算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是有得爭的 是有得爭的 因為現在不是普通的立法會議員 Sorry 現在不是普通的 一個立法會議員說沒有外國護照 或者是沒有外國居留權 現在說的是大會主席 大會主席都說了 立法會的大會主席是一定不能有外國居留權的 但是那兩封信就沒有這樣說到 它只是說會影響你在英國的居留權 那這一部份呢就要大家仍然有存疑 看看大家怎麼說 我自己就覺得是勉強或者可以接受的 那你想它怎麼樣呢 是不是再說一次 和英國政府說一次 是不是 不過最好都是這樣 如果他和英國政府說一次 回答那兩封信 我理解是會影響我的居英權 但是我現在是完全放棄了 請英國政府適宜 我是不用擔心我的 這樣就更加好